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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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一整雙在影片市府內大跳洗手舞 台北上渴問哲一大早看來心情還不爛 但一講到新竹縣市合併 忍不住 重炮批評 六度已經不對了 不要在不對上面再繼續湊下去 不要為了選舉去搞特殊的情形 那個整個黨整天在想選舉 要不要為了選舉要輸贏 整個國家都不顧 痛批民進黨公投後拋縣市合併 根本就是建制2022縣市長選舉 更怕受無當其衝 就是民眾黨內有意參選 新竹市長的立委高鴻安 當然是 他如果民調贏高鴻安 他也不會弄 他一定是要去做民調 越做越不對勁 才要這樣處理 前置做也不做 那直接搞縣市合併 國土計畫的版本在哪邊 財政收支化分法 跟統籌分配款的這個辦法 到底預計要怎麼去修 以及今天從六都變成九都 這件事情難道只要在總統府裡面 邀請民進黨的派系 大家進行的討論 就代表說對國人有高度共識嗎 修法院提破在眉睫 不只黨外有意義 黨內也充斥雜音 傳出不少英系立委不滿 反對為單一縣市修法 對立院總召柯建民提案 抱持觀望態度 我覺得真的有一點感 說得那麼快 再來要實施說實在 也有一點點困難 這兩個首長 或者說縣民跟市民 他們應該會去樂觀修成 我們黨內我相信 有不同意見的人 其實也可以再去做一個溝通 會讓他更圓滿 因系立委喊話黨內要溝通 看來蔡總統邀及各派系要繳 討論升格議題後 所謂的高度共識 黨內依舊沒有口徑一致 黃宇璇 葉秉潔 郭思文 廖品君 英台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開啟小鈴鐺 請開啟小鈴鐺 優先鎖 超級地 歐小鈴鐺 請開啟小鈴鐺 感谢观看